坐标东莞,早上六点睡得好好的,突然响起一声惊雷。 接下来是我们没想到的。 家里的狗竟然吓得挠门响进来。 好家伙居然把门打开了。 都怪我教会国庆开门的技能。 庆妈猛圈地爬起来关门。 身在广东的朋友应该也感受到,那天早上的大暴雨加雷电有多猛,狗子害怕了就会往安全的地方钻。 刚好西西的房间是在最里面的。 看看客厅的监控,感受一下当时的天气有多恶劣。 由于两个阳台门都没有关,形成了队流风。 餐厅那边都飘起来了,吃了一大片。 黄蜂暴雨过后,没想到第一个来打扫战场的是粽子。 庆妈起床后,再次猛圈。 新的一天从打扫战场开始。 小姐,早上国庆是不是开门进你房间了? 嗯。 早上你跟妈妈睡觉了是不是? 国庆啊,早上不叫你开门这个技能了。 早上妈妈睡觉了。 今晚跟我睡好不好? 今晚你们两个跟我睡吧? 我把你们关在我房间。 关西西房间里面,关西西房间。 直到出去留狗了,我才知道早上的雨有多大。 哇去,没路走了,水都淹了。 没路去了先,走吧。 停雨了,遛狗啊。 你们能懂养狗人看到一块干爽的地有多欣喜吗? 。 准备太湿了,不去了。 我们,掉个头吧。 消耗狗狗的体力是留狗的重要内容之一。 就这一块的来回的跑。 原来路上突然下雨了。 大意了。 没事,翻车是正常现象。 湿的痛痛的。 哎呦。 人天下。 天下。 这碗被骑入狗狗狗的。 下了。 这碗被我们使用救折。 就把你帮他们去光罗兽。 这碗被她睡到。 冷靠。 出锅。 米。 幸福不幸 今晚你们两个 不要吵到我睡觉 两分点 困死我了 热饼一直在填自己的 不知道哪个部位 哎呀吵死了 你这个手肘啊 整天猛的趴在地上 手肘都磨损了 再加上最近天天下雨 都恶化了 上点药 这边没这么严重 这边好一点 不懂得挨扣自己了 不懂得挨扣自己 不走 搭一下 手 这里有个软垫 真是不容易磕到手肘 这手肘都不快快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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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